最後做一個結論,目前非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有所謂的過去傳統化學治療,以及這十幾年來的標靶治療,以及這兩三年來的免疫治療。 但對於EGFR或者是ARC這些所謂的驅動基因有突變的病人,目前絕對不建議在第一線就使用免疫治療藥物,還是應該回歸到你相對應可以要用的標靶治療藥物。 如果你是屬於外閒指十九的缺失,目前還是認為第二代會比第一代要來的好,你可以選擇的是第一線,如果你是第一代第二代選擇,你可以選擇所謂的討復刻。 如果是L88R的圖片來講,目前如果在第一代跟第二代的選擇來講,它的效果還是比所謂的雙標靶,也就是特殊款加上抗血液款犀牲要來的差。 如果是屬於少見突變病人,目前還是認為所謂的討復刻會比較好一點。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要用第三代的標靶藥,也可行,因為在這三個族群來講,看起來第三代的標靶藥還是比第一代跟第二代要的好。 過去我們只有第一代的標靶,所以我們病人大概十個月以後,我們就十到十個月,我們可能病情有惡化,我們就要考慮做化療。 然後我們後來知道說第一代跟第二代的標靶有一些病人出現抗憂性,是因為產生T790M的一個基因的突變。 所以我們後來有發現到說第二代的病人,當病人出現T790M突變的病人的時候,如果我們可以偵測到說它4月14日有這個突變,我們可以改用第三代的標靶藥物。 如果第三代標靶藥物治療失敗,再轉去化療。 如果你不是T790M突變病人,你在第二線的時候就改為化學治療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,如果第一線治療失敗以後,有產生T790M病人,你在用所謂的太格砂,它疾病控制時間大概十到十個月。 所以你的整體存活時間大概就可以將近快兩年,甚至將近快兩年或兩年以上的時間。 可是後來有第三代的藥物出現,我們想辦法說把它從第二線挪到第一線。 如果挪到第一線,基本上疾病控制時間有將近十九個月,可是這時候的突變就比較複雜,因為突變以後很可能是沒有很特別的藥物可以使用。 可能可能用化學治療,或者說還可以回歸到第一代的標靶治療使用。 這都是我們治療的流程,不論是你在你如果使用第一代跟第二代的標靶治療的同時的期間,你可能還是要定期的去監控學醫當中是不是有所謂的T790M的突變。 如果一發現有T790M的突變的時候,你其實可能應該即刻考慮做所謂的換藥動作,換成第三代的太格砂。 當第三代太格砂沒效的時候,其實可以考慮化學治療。當化學治療沒有效的時候,再考慮做免疫治療。 你可以看到免疫治療在所謂的EGFR的突變必然是擺在第四線,也就是說當標靶治療要失敗,化學治療失敗以後才考慮用免疫治療。 然而這個免疫治療的突變常常是什麼樣的突變? 通常就是有可能是有C797S,或者是合併T790M的突變都有可能。 目前是沒有可用的標靶藥物,很可能是只能用化學治療,但是目前的化學治療的成績也不是太理想。 或許在若干年後、兩、三年後又會有所謂的藥物去專門針對C797S突變的藥物。 很可能我們就會所謂的第四代的EGFR標靶藥物會問世。 如果你在學藝當中一直監測沒有,可是你後來在腫瘤組織裡面發現有TGM突變的時候, 你這時候還是要考慮說已經有產生抗藥性了,你這時候可能還是要換成第三代的標靶藥物。 可是有些病例,當你用第三代標靶藥物的時候,大概將近19個月以後,你就會考慮要再換第二線的治療,因為會產生抗藥性。 這些抗藥性可能就是化療,當化療失敗之後再考慮用免疫治療。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,當我們的第一線用所謂的第三代的鈦克薩,疾病控制時間是九個月, 可是之後再用化學治療,大概控制時間就三到四個月左右。 其實你可以看到說,因為目前這個所謂的第三代標靶藥物的抗藥性的突變問題,我們還是沒有辦法解決。 似乎在用第三代的標靶治療藥物在第一線以後,你可以看到整體存活時間,好像沒有比第二代跟第一代要來得多整體來說。 也就是說,雖然你在第一線治療用一個很好的藥物,很好的選手跑第一棒, 可是因為你後來第二棒、第三棒,其實不會比較好。 所以如果整體來看,好像第一線用第一代跟第二代,跟第一線用第三代,對病人整體說明來講, 在目前為止是一樣,是幾乎是一樣的。 所以到底要不要去花錢買第三代的標靶治療藥物用在第一線,可能就要靠各位的智慧再去考慮一下, 因為每個人對自己的生命的價值觀,對自己的身體承受程度都有所不同, 所以這個可能要靠自己智慧去分析。 但是如果將來我們可以對於所謂的泰格砂的抗藥性也有解藥的時候, 這個存活的曲線可能會大幅的延長,因為在泰格砂治療失敗之後, 確實沒有比較好的一個後面的接棒者,才會造成說泰格砂用在第一線治療的成績, 並整體存活時間是沒有比其他的第一代、第二代要來得好一個重要原因。 但是有些病人從頭到尾在第一代治療失敗之後,他都沒有TGMN的圖片的時候, 這時候你千萬不要給他用第三代的標靶泰格砂用,因為這時候沒有這個圖片, 這時候還是要考慮做化學治療。當化學治療失敗以後,才考慮做免疫治療。 所以到底第一代對EGFR突變的病人,我們第一線要選什麼?其實有幾個考量點, 第一個就是要針對病人的腫瘤式的標靶, 突變的基因做所謂的選擇。比如說你是L808R,你的考量上可能要多一點點, 而且最好這個藥物可以同時控制全身跟腦部,因為這些肺腺癌的病人, 特別是將來產生抗藥性,它常常都會跑到所謂的腦部,所以一個藥物如果可以所有全身治療, 也可以預防腦轉移,甚至可以治療腦轉移,會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。 另外一定要選擇是毒性比較少的藥物,所以你要考量很多, 比如說這個藥物到底會有腹瀉,腹瀉對這個病人有什麼影響, 會不會有一些皮膚急疹子,會不會有口腔發炎,眼膜發炎,會不會有肝功的異常, 會不會有指甲的病變,等等都要考慮到這些原因。 另外就考慮到什麼,一定要讓這些治療,一定要讓病人的整體存活時間有影響, 比如說你用在第三代藥物用到第一線,可是這樣的藥物看短期之間, 第一線的治療成績很好,可是整體來看並沒有比第一代第二代要來好, 這個考量上可能就必須要有。 最後一個考量就是說,將來你這一線治療失敗之後, 你有沒有一個後線治療好的藥物,這也很重要。 就如從剛才講的,第一線用第三代以後, 第二線的治療就變得很桌金見手, 因為目前沒有很好的藥物去處理泰格沙治療失敗的病人。 好,那今天的報告就到此結束。 好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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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